刚才收到一位粉丝的私信 他跟我说 他就是一个对朋友和亲人特别好的人 然后呢 他最近发现一个跟他交性十几年的朋友 一直在把他当工具人 觉得他是可以牺牲可以被利用的这样 然后他说他因为这件事呢 觉得自己是不是对其他人太好了 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继续再对朋友这么好了 他因为这事比较困扰 关键是说怎么知道 他知道这事之后 他自己一晚上睡不着觉 自己哭了一晚上 但是他的朋友却没什么事 他就因为这件事呢 非常困扰非常伤心 这件事啊说出来有点残酷 但是我不得不跟你说 如果你要说你这个朋友 十多年的朋友 承认把你当成一个工具 承认你是可以被牺牲的 那么我只能说 这个人他根本没有把你当朋友 就你说的这个十年 十几年 就我设身处地地想了一下 如果我被我的发小这么搞 确实确实会很难受 但这件事既然发生了 那也说明 就说明在他的眼中 你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就这个事实确实很残酷 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就他就没把你当成自己真正的所谓的朋友 而且你要真的跟一个人交情十多年 就你是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的 你明白吗 如果真的是真正真心的朋友 十多年的交情 你是不忍心 这当工具都不可能 你都不忍心 就让他伤心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就我跟我发小 那已经认识十三四十四五年了吧 那真的就彼此就跟真的家人一样 就我要让他难过了 我都得很悲伤很难受 更别说把他当工具 认为他能牺牲了 这个就太过分了 我现在到家了 我先去换一身衣服 然后洗个手 再跟你聊这件事 好吧 咱们现在回过来再跟你聊这件事 首先对吧 就从你跟我讲述这件事 就能发现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点 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 世界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就真正打心底里善良的人 替别人考虑的人 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但是你被十几年的朋友 这么摆了一道 其实咱们也是在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对吧 你这十多年 我就估算理解成十二三年 十三四年 如果你是在二十岁以下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你就可以把这件事 当做自己人生阅历的一个增长 我就觉得 这件事的发生 你要稍微乐观一点去想 就这件事的发生 可以帮助你以后 更好地看清对方 就这件事的发生 不至于再让你以后 再遇见这样的人的时候 看不清他们 对吧 所以这一点是好的 你就当做一个教训 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在 我觉得二十到三十岁这个阶段的人 我就觉得 其实如果我现在劝你一句 就是也不要太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我觉得就在二十到三十岁这个阶段 你会慢慢发现很多人 你的所谓的很多朋友 所谓当年最好的那些朋友 跟你最交心的朋友 其实在你人生的某个时间点都是会和你越走越远的 就是不是你身边的所有朋友都会被留住的 就很多时候因为你们处的环境不同 受到的教育不同 接触的人不同 自己的职业不同 爱好不同 性格不同 就是当年的头七所好 当年的交心 在某个时间点都会因为这些方面的不同 就两个人迈步的速度不一样 而慢慢越走越远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应该在二十到三十岁明白的一个道理吧 就我觉得这一点倒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但这件事发生的我相信它一定是非常难受的 就你肯定也承受了很大很大的痛苦 我一直觉得吧 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时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 它就只能往前不能往后 所以这件事发生了呢 那我相信这件事的严重程度 你也不可能再回到之前 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呢 也只能继续往前看 对吧 你不能说因为这一个人就毁了你对生活 对朋友 对亲人 或者说对身边亲近的人的这样一种认识 你不能说因为这一个人就黑化了 那这一个人他只是个例 对吧 年龄是超过三十岁的 然后你还发生了这种事儿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 你在看人这方面 就是是不是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就你是不是太单纯了一点 就你是不是都就没有办法看清 这个人背后的一些小心思小想法 我并不是说你要像这个看人大师心理学家一样 就完全认清这个人的本质 那样肯定是很难的 那样也需要经过锻炼 对吧 但是我就说如果你超过了三十岁 然后你跟一个人交情了十多年 你都没有看出来 他在很多方面是利用你 是在觉得你是可以被牺牲的这个情况下 就可能这一方面你要好好注意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吧 就无论其实你在什么年龄段 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教训 那这种事儿我觉得就是从失败中学习 但我这句这种话说多了感觉就又像那种特别俗套的鸡汤 那我觉得最诚实最直白的话就是呢 那你现在除了往前看抬起头往前看 那你还能怎么办对吧 你并不能怎么办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那你不能因为这一个人就放弃了你对你周围其他的朋友 其他亲人其他亲近的人的善良 那这一点肯定是不对的 当然还有一点大实话 就是时间会抚平你的伤痛 对吧 就时间长或短 时间总会抚平你的伤痛 所以你 假如说你现在在这儿 那你现在抽离自己 你现在开始站在这儿 用一个上帝视角去来考虑这个问题 那你就会发现 那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里 你是可以完全从这件事儿中解脱出来 对吧 无论这个时间的长与短 就你恢复的时间 你在未来的时刻总是会被解脱的 那所以在未来的某时间点 你既然能恢复 那你现在就抬起头 向着那个能恢复的目标看过去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虽然那句话说人善被人欺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对吧 害人之心不可有 就是一些小的心眼 你能不能大概看清一个人的本质 看清一个人的目的 就这一点呢 是需要培养 那你既然出了这件事儿呢 那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教训 就通过这件事儿让自己成长 提高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那你下次再认识新的人的时候 交新的朋友的时候 对吧 你就会去想一想啊 这个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就什么事儿 我觉得多想一想 那不是什么坏事儿 当然我这个想 不是让你钻牛角尖的想 是吧 其实再换句话 劝你来说呢 就如果一个人跟你交情了十多年啊 都一直是把你当工具人 在利用你 觉得你可以被牺牲的话 那说白了 这个人就是人渣 你知道吗 你都不用为这种人伤心 就这种人配不上 你动用自己的感情经历时间 去因为他难过 你知道吗 就他不配 你懂我这意思吗 就他根本不值得你去这样做 就你这么做 你为了这种人渣这么做 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精力和感情 所以等你稍微从这个悲痛情绪中 走出来一点之后 等你稍微开始理性了之后 那你就应该开始逐渐认清 他就是一个人渣的事实 这样呢 你就能 我觉得你能应该从这件事来走出来的更快一点 最后呢 就是人生就这么长 道理大家都懂 你乐观的活一天也是活一天 你悲观的活一天也是活一天 时间又不会等你 你这一天过了 不管你是乐观还是悲观的过了 那这一天就过了 你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你不如乐观一点 眼睛往前看一看 这件事嘛 那悲痛肯定是会非常悲痛的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你稍微乐观一点 把这件事呢 当成自己的一个教训 那这件事发生在现在 总比发生在未来好 对不对 那你现在意识到了 那生命中 社会中 就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对不对 那你以后就会让你多一个心眼 多一些防范意识 也会更加理性一些吧 处理这些事情 从哪方面看 其实它都应该是 对你生活有一个 更加积极的影响 所以希望你尽快从 这种负面情绪 这种悲痛中走出来 然后继续面对生活 生活还是非常美好 希望呢 你也能继续用你的善良去打动 去感染你周围所有的朋友 亲人 就所有亲近的人 同时呢 我也很感激你能把这些事告诉我 所以呢 这以上就是我的见解吧 我希望这件事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能够帮助你成长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以后的你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应该是觉得 我因为这件事成长了 我因为这件事又让我增添了某种某种能力 这种能力以后会更好的帮助我在这个社会中 生活中处事也好 交朋友也好 这件事对我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我希望你去这么想一件事 因为就朋友嘛 对吧 很多其实都是你人生中的过客 很多人停的时间长一点 很多人走了就过了 停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有些人呢 停的很短 却给你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 有些人停留的时间很长 但你也很容易把他们淡忘 对吧 不管是你的父母 你的发小 你的朋友 你最亲近的朋友 你的另一半 他们都不会是陪你走完一生从零到最后的那一个旅程 对吧 他们只是陪你走完了其中一段的旅程 所以你要这么想 往格局稍微大了一点的这种情况去想这个问题 你可能更加容易豁然开朗一些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真诚对待能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对吧 其实我觉得吧 每个人呢 出现在你的生命中都是一种缘分的 这可能就有点玄学 但我确实是这么认为 这就是我对你这件事的一些看法了 真的希望你赶快从这件事里走出来 然后继续面对这个美好的生活吧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了 那我们明天再见 Peace 我可以就是这个空气 你像是我的亲郎 我可以awiti